酒病床前无孝子 但凡当初俄军能争口气 一举攻陷基辅 迅速拿下乌克兰 那么就算泽连斯基死战不退 最后阵亡了 也不会有太多人在意的 相反 绝大多数人 尤其我们国内那帮黄俄 会嘲笑泽连斯基和乌克兰不自量力 躺避当车 国小而不储备 但结果你也看到了 泽连斯基撑住了压力 硬生生地把俄军顶在了基辅城外 让普京的野心折起沉沙 让俄罗斯付出了狂妄的代价 欧美国家一看 小泽这么投铁 于是这才有了后来的各种援助 才有了对小泽的各种赞誉 然后我们看到了 两个人的风评开始发生变化 演员出身的小泽成了硬汉 英雄 不可一世的大帝成了诺夫 笑柄 换句话说 俄军的无能 给泽连斯基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 才让小泽走上了人生巅峰 好 好 好